今天第二部分我们的要聚焦的是中国过年新风尚抢红包和返向过年 今年春节返向过年仍然是人们的主流选择 不过这一传统正在悄然转变 许多老人前往各大城市与儿女团圆 让返向过年成为新潮流 中国交通运输部称今年返向春运特征明显 北上广深成为热门城市 不少家庭将家乡的亲人接到一线城市一起过春节 此外旅游过年也成了新民俗 据内地多家旅行机构统计 今年春节出境游人数较去年呈现10%以上的同比增幅 国内游的预定情况则更是出现了20%至30%不等的涨幅 而在团人之际抢红包依然是今年春节的重要仪式之一 除了亲游长辈的红包 各大平台发送的红包成为今年除夕夜积攒压岁前的另类管道 有数据显示 初一凌晨 网联平台跨机构交易处理达到最高峰 每秒可以处理超过4.4万笔转账 成功率100% 有效保障了春节期间的海量支付交易 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是形容穷人过年 叫做王小二过年 年年难过年年过 现在的情况是年年好过 但是年年过年的方式却是有所不同了 我还记得上世纪的90年代 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期 当时呢 全世界会被中国吸引的这个春节过年呢 就是那个返乡的 回乡的这个大军 因为那个时候呢 已经开始有大批的民工 他们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到这个东部 到沿海发达城市 到这些一线城市打工 但是年关一到 他们都要卷起覆盖 就要回老家过年了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高铁 所以呢 那这个火车站人头涌涌 一票难求啊 有好几年啊 这个甚至可以说 就整个90年代 一到春节 国际媒体关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也就成为 人们所熟知的这个地球上 规模最大的 这个人类迁徙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情况 到了进入21世纪之后呢 逐渐开始了这个变化 首先我们看到 由于这个高铁在中国 已经形成了网络 虽然还不能说每一个人 都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火车票 但是大部分人 都可以通过坐高铁 坐这个通过高速公路上的 这个客运 或者是通过这个航空 或者是通过这个海运 或者是内核的这个航运 都可以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 就是如果是要回老家过年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随着这个中国 进入了这个工业化社会 进入了信息化社会 人们的生活观念 包括过年的观念呢 也在悄悄地发生了这个变化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 很显著的例子 我们刚才这个新闻里面 片子里面也讲到了 你看这两个词节 这个中文念起来是非常接近 一个是返乡 一个是返向 返向就是回乡 回乡过年 回乡过年 仍然是主流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返向过年呢 在今年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了 就是很多 在这个一线大城市 或者是在省会工作的 这些外地人 他们不是回自己的老家过年 而是从老家 把自己的父母 或者是孩子 接到自己所住的 这个城市来过年 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 我们说原来在比方说在这个春节前夕啊 这些到大城市的这个机票 实际上这个空位是很多的 但是今年呢 却比以前 比以往 这个销路要好 尽管它还是有折扣的 那也就是因为有很多老人 他们从这个农村 或者是从相对的 这个乡下 就来到了这个北上深广 这些大城市 和他们这个孩子 一起来过年 那么这样的话 也使得这些城市 比过去更热闹了一些 那么这是所谓反向过年 还有就是旅游过年 今年这个中国 这个无论是在国内旅游 或者是这个 出境旅游的一个人数呢 都创造了一个新的 创造了一个新高啊 而且这种趋势呢 肯定是会持续的 因为我们看这个 以中国国内旅游资源的 这个丰富 那么无论是在平时啊 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 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民众 选择到不同的地方 以旅游的方式来过年 那么当然出境旅游 也仍然会 也会越来越多的 为人们所接受 或者越来越多的人 是以到境外旅游 那么境外旅游 我们看今年还是跟去年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泰国 日本 分别是这个中国游客 这个出国旅游的 两大首选之地啊 我估计这个趋势 也还会保存下去 因为泰国 它有这个 它在这个东南亚嘛 这个气候很好 特别对中国北方的民众 有很大这个吸引力 那么日本虽然没有春节 但是日本呢 这种汉字文化 日本的非常优良的 这种消费行业的这个服务呢 那么对于中国的游客呢 也有极大的这个吸引力 那么注意到 这个在中国这个过年 它还有这样的一些方式 比方说运动过年 健身过年 很多人选择了这个春节 既不是去外出旅游 也不是去半年 而是像往常一样 或者比往常 以更多这个时间 甚至有人这个春节 七天假期 每天都要这个锻炼 而也当然也有很多人 因为春节吃得多嘛 所以这个也有人说这个春节 春节之后呢 人就圆了一圈 就会胖一些 这个恐怕 这种情况恐怕很多人会有 但是会有更多的人 是以自己健身的方式 不管是到健身房 还是去这个长跑 还是去游泳 还是这个骑自行车等等 以各种方式 而且这样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 我想这也是人们注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而不再把春节是作为大吃大喝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啊 这个尽管这个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 信息化社会 尽管人们过年的这个方式和内容都已经有了变化 也可以说都在与时俱进 但是呢 农历新年 它依然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这一点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我相信在过一百年 一千年春节的这个传统还会保持下去 因为这样的一种风俗啊 这样的一种民俗 它可以说这个集中的 这个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华的文化传统 这种重视家庭的这个团聚 那么这种重视在这样一个团聚的时候呢 人们更多的是对于这种过去的这个缅怀 对于将来这个展望 特别是一家老小的这个团聚啊 这种形式本身它是不会变的 不管你是回乡还是这个反向 还是这个反向 因为我们看这个出境旅游呢 大部分情况它不是一个人出境 一个人出去旅游 甚至大部分情况也不是说年轻的这个情侣 或者夫妻一块是出境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合家欢的这个旅游 所以即使是出境旅游 它也是一种团圆的这个形式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在经过了啊 这个多少年 可以说是一个经过了一个千百年的这个变迁 中国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 从过去的这个农业社会 到这个1949年以后开始这个逐渐进入这个工业化的这个社会 那么当然当中也有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这个错误的这个理解啊 一度曾经有过所谓的国民化的这个春节 但是那毕竟是一个短期的 是一个局部的这个现象 这个人们啊 我们说这个文化当中呢 这样一种强大的这个力量 那是无可无法改变的 而且当然也没有必要去改变 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都没有自己的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呢 所以我们看到每年到了这个春节 我们说这个农历春节 当然它就已经不仅是 因为由于这个历史和这个地理的原因嘛 那么就不仅是在这个中国 我们说海峡两岸 也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啊 我们说甚至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周边地区 我们像朝鲜半岛啊 印度支那半岛啊等等 他们都有这个过年的这个习惯 那么这个过年习惯 当然由本国的这个 加进了本国的这个元素 但是以大中华地区来说呢 这样一种热热闹闹的这个过年 那么但是同时呢 又融进了一些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特色 一些这个科技的这个特色 包括刚才讲到的抢红包等等 那么形成了中华民族农历新年的一个新的特色 我们现在计识地说我们的挑战 我们现在玩的已 nowhere 我们来玩的